太阳在今年选秀大会用撞肩摘下矮盾,可以说是较为保险的选择,虽说只有时间能证明各队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但今年选秀大会很大程度上就是近年来最令人期待的一年。 正因为如此,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涉及今年选秀大会的五大大胆预测,一,班巴是最不可能成为水货的新秀今年选秀大会中有向爱顿,巴格丽,加伦杰克逊,班巴和温德尔卡特等顶级大各自球员,但这其中班巴可能是最不可能成为水货的新秀前景。 要知道,拥有几次十比三的班巴,拥有最顶级的防守天赋,但我们看好班巴的原因不仅是防守端,而是他还有值得期待的跳投手感,理论上他能为球盾很好的拉开内线空间,需要明确的是,班巴最理想的前景,还是成为拥有稳定外线能力的戈贝尔,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他是最不可能成为水货的新秀的原因。 一、二、拓雷扬有更好的新秀赛季,但塞克斯顿会有更好的职业生涯除了东西奇,外界对今年后场新秀最大的讨论还是拓雷扬和塞克斯顿之间,谁会是更好的空位,但就目前来看,拓雷扬可能会是更成熟的球员。 就在老鹰阵中还有林舒豪,而骑士阵中也有乔治希尔的存在,特雷扬和塞克斯顿都将有很大可能在新赛季担任球队首发后场的角色只是相比起塞克斯顿,特雷扬可能会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但塞克斯顿可能会在未来城,为联盟成长最快的后场球员。 更何况他还有强硬的防守能力,这从长远来看塞克斯顿就是在攻榜两端,都能有稳定发挥的球员,所以总体来说,我会更看好塞克斯顿,能有更好的职业生涯。 三,诺克斯奪效最佳新秀就今年夏季联赛而言,诺克斯的整体表现已经足够出色,但让诺克斯成为现在最佳新秀的原因很大程度, 上海市波神受伤后诺克斯可能要接赴尼克斯进攻端的重任,毕竟就尼克斯目前阵容来看,主教练菲茨戴尔只能依赖上诺克斯和尼利基纳等年轻球员的成长, 而诺克斯作为有出色运动天赋和得本能力的侧翼球员,如果新赛季场均能为尼克斯看下15到20分,看似也不会是难以想象的情况。 四,格雷森·阿伦将成为全市阵中关键轮换来读克效力四个赛季,才参加选球并且已经22岁。 而阿伦明显会是比其他新秀更成熟的球员,在全市分别以尼切尔和戈贝尔作为球队攻防两段核心的情况下, 阿伦所拥有的塔跳和得分能力太似又让他在未来成为稳定的三滴汉将,而这也足以让他成为全市轮换阵容中最实用的成员。 五,今年选秀最好的球员是东谢奇,已经在欧洲联赛夺赛MVP的东谢奇却并没有被认,为许今年选秀的最好球员。 如果抛开荣誉,东谢奇却是没有特别顶级的运动能力,甚至可能都排不上联盟所有球员前50%的位置。 但运动天赋的不足似乎并没,由阻止东谢奇打出类似保罗的数据表现。 东谢奇完全能作为球队阵中全能摇摆人的角色,并且是有超强控球能力的全能摇摆人。 如果独行侠能在未来赛季为东谢奇打造更好的阵容,那么他可能很快就能成为MVP候选人级别的球员。 正因为如此,东谢奇最终成为2018年新秀中最好的球员也并不是不可能。